阶级社会几千年 先富从来不会带后富的 我们看历史 看社会 不能从我们想象的原则出发 不能从我们的愿望出发 这都是唯心主义的 不能从顶层设计出发 顶层设计就是唯心主义的 认为事物会按照你说的那种方法去发展 但是社会发展有它的客观规律 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说先富带后富是糊弄人的 先富不可能带 因为他先富他怎么富起来的 很多很多通过亨蒙拐骗 通过见死不救 趁火打劫 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 在历史上 当然也有 当然也有 有些人做一些科学发明 创造 做了一些新东西 以前没有的东西 这也是一方面 但是绝大多数 它是坑蒙拐骗 所以第一桶金 来路本身就是不可能是真正是 安分守己的 这个不可能是老老实实的 那么他壮大起来以后 他更不可能带后富了 就是说前富后继 这个前富一定要欺负后继的人 他必须的 这是他富起来的先决条件 有些人呢 把这个东西庸俗化了 我们上楼 总是有个先后吧 不能同时上楼 一个新的科技出来了 不能同时所有人都拥有 总是有先后的 对吧 这是一种拿这个次要的东西掩盖主要的 就像在资本主社会 人们老说 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者 要剥夺我的生活资料 我们讲生产资料 他们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换为一谈 说你看 我有财产 我有财产 你要剥夺我的财产 我的财产是什么呢 我的房子 我的衣服 我的裤衩 这是我的财产 你要剥夺我的财产 你要把我的鞋拿走 对吧 他们把财产 把这个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换为一谈 那么不管你的这个私有财产多么多 只要它是生活资料 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宫殿 或者说故宫全是你的 全是你的 但是这个故宫没有人用 就你一人在里边 他不能创造新的财富 那么他就不是生产资料 但是一个简单的 小小的 什么东西也能变成生产资料了 对 一个做饭的锅 如果你用做饭的锅 去做小买卖 炸油条 它就是生产资料 一个做饭的锅 可以去生产资料 故宫 作为生活资料 它就不是资本 主流媒体 资本主社会 它特别喜欢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给你混淆起来了 所以我们当然上车 上地铁 上公交 得排队 一个一个走 都有先后 但是这个和先富 带后富 是完全两码事 所以叫诡辩 对不对 资产机特别善于诡辩 你说谁是无产者 大家都有 起码你有裤子吧 起码你有衣服吧 你有财产 对吧 所以他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红一谈 所以先富后富 他把这个人上楼啊 人这个上汽车呀 排队 跟这个富有的这个排队混成一谈 所以这是诡辩